新北市淡水区在昨天晚间惊传枪响 有一名毒品猎管人口围庭被警方领解时 竟然开车冲撞警方 远警连开了四枪反制 而嫌犯则是开车逃逸 还好远警赶紧呼叫支援 不远处成功的破窗抓人 而嫌犯也遭到起底 其实前科累累 在去年就曾经开枪轰警 还拒捕爬墙当蜘蛛人 甚至在2004年还曾经持着手榴弹跟警方对治 这一回以为自己遭到通气 才会撞警逃跑 上口银色轿车拒绝盘查 倒车冲撞冰榔滩 无辜民众被撞倒在地 眼看嫌犯还想冲撞警察远警 连开四枪还击 远警开箱打中了车身 但嫌犯毫法无伤继续逃 结果逃不到五分钟 立刻被支援警力 在派出所前压制在地 事发在新北市 也是淡水区 9月30号晚间被列为毒品人口的诚信嫌犯 在中山路129巷口唯一停遭盘查 结果他心虚以为自己被通气 就开车冲撞警方 往台北方向逃逸 远警通报临近的派出所控制了路口红灯 最后在事发地1.5公里处的派出所前 成功以车流堵住嫌犯 随后支援警力到场 破窗将人逮捕 警方见情况急迫以危害到民众生命安全 随即潮汁小客车轮开了事项 全案警方依公共危险 妨碍公务等罪协 移送警方侦办 无故遭剥及的槟榔摊老板娘 送医后只有脚踝擦错伤 没有大碍 而嫌犯也被起底 前科累累 去年3月嫌犯在台北市万华 遭了远警埋伏逮捕 但他拒捕开枪轰警察 因病遭检方裁定交报 没想到12月底 他又从操就业卖毒品 跳窗逃逸被开枪射伤 甚至更早之前 他也曾在新北市板桥 持手榴弹跟警方对峙 这回就是相关案件多次未出庭 以为遭到通气才会冲撞警方 多次犯案却能多次交保 在外游荡也让民众心生恐慌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